介面的工具有做一些变化之外 那它比较特殊的地方就是在格式的区块 目前现在的硬体设备其实越来越进步 那当然呢我们软体呢你要能够跟进它嘛 所以呢在汇入的档案格式的部分跟汇出的地方 我们这一个版本呢首先推出支援4K影片 2K跟4K影片 那2K跟4K是什么东西 我想在哪些朋友可能没有听过 2K影片跟4K影片它们其实是比目前的Full HD在大2倍 以及大4倍差很多哦 解析度超级无敌高的 非常强的一个输入跟输出的格式 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有做了一些加强 那另外呢在这个版本还支援了多显示卡 以前做不到 以前只能就当然是双核多核是OK嘛 就CPU的部分 那在显示卡的部分我们有支援GPU 然后GPU新的显示卡的部分 所以我们可以使用多显示卡的部分来做一个操作 所以在格式上面来讲 它其实有做了一些创新哦 好那等一下呢 我会就三个区块来做说明 第一个部分的话是采用创新技术 技术的部分呢跟以往比较下来 当然新的格式支援 新的输入输出的部分都把它包含进去 所以在硬体的搭配上 使用上来讲也会变得比较 能够发挥您硬体的效用 第二个部分的话是工作环境 那工作环境我们在这个版本 改了很多您看不到的地方 那什么叫看不到 你把位置打开 你会觉得没什么感觉 没有变 可是呢你在操作上来讲 你就会觉得 哎不一样耶 跟以前不一样哦 所以这是我们在工作环境上头的一个 增进的部分 有多了很多贴心的小工具 让各位来使用 那第三个部分就是专业的剪辑工具哦 剪辑工具的话呢 我们多了一个新的叫内容感知 内容感应编辑哦 那内容感知这样的一个功能呢 它其实可以让我们在剪辑长片段的时候 快速帮我们做影片的分析 可以知道你这一段影片中 拍的内容有哪些移动的效果 哪些是移动的画面 哪些呢是会有脸孔的脸部标示等等之类的 它帮你做一些简单的分析哦 所以在最后一块的部分 我会简单带一下 跟我们比较有密切关系的 在操作上面来讲 有哪些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好那前天还是要先 让各位静下来听一下 比较无聊的部分 就是跟格式有关哦 好 现在呢已经走到第三代的影音编码的引擎 所以呢 目前还是一样支援64位元的作业系统 所以你们记得哦 买新电脑都要注意 64跟32位元 32位元只能够支援到2G 所以你的硬体就算加到8G也没有用 因为就是作业系统的限制哦 所以各位记得哦 使用威力导演 不管是旧的版本 威力导演11的版本 都要让您的作业系统是64位元 这样运作起来的话 才会让硬体的部分发挥最大效益 好所以这个作业系统一定要搞清楚哦 好那我们新的版本 支援了多重显示卡 GPU的加速哦 所以我们自己有做了比较表 好当您的CPU是一样的规格的时候 不同的显示卡 单一显示卡跟多重显示卡 其实在执行上来说 它的速度是加强的 好所以呢 在硬体设备上呢 我们会以最新的一些CPU 像英特尔的CPU啊 Bridge的部分 IRIE Bridge 我们这边都会有支援到 所以各位如果想要去选用 一些比较新的硬体设备的话 这边你可能要先考清楚哦 参考规格可能要先知道一下 会比较好哦 好那再来 那格式的地方 格式我们刚刚有提到呢 就是在新的格式的部分 我们有完整唯一支援的4K影片 4K 目前是算比较高的解析度 4K的部分 那我们支援4K 是可以支援它输入剪辑跟制作 输出也有 输出也有 所以呢 4K它是比Full HD 现在的Full HD是1920x1440 比它还要高四倍 好非常的 非常的强哦 所以在格式上来讲呢 都是目前比较主流 而且是最新的 引领在前面的一个 一个新的趋势哦 好所以这是在4K3 或者是16比9 都有做这样一个更新支援的动作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 我们说明一下工作环境 因为前面格式的部分 讲太多了 你们应该都会想睡觉 所以这一块如果各位想要再多 更了解细节的话 外面都有工作人员 各位可以去询问 来第二个部分我想介绍一下工作环境 这个工作环境我觉得真的改善蛮多的 好怎么说 来第一个 这是之前学生跟我反映的 明明威力导演就剪辑的时候 光是操作界面上 虽然还很简单 可是你把所有的东西放在一个萤幕上来说 其实它会变得非常的紧 那可不可以这样 因为现在萤幕都很便宜 可以让威力导演在制作的时候 编辑区跟预览区分开吗 好那我们威力导演11做到了 好怎么说来 我们看一下 我的界面 这个是威力导演的界面 以往呢 我们右边的这个窗格 是我的预览区 以前顶多啦 就是放大所想 好左右调整 顶多都是这样子 它没有办法做分离的动作 那你这边放大 好预览效果达到了 但是编辑区右边好小 时间轴也会拖累到 好所以我们在这个版本中呢 做了一个新的改变 也就是说你只要按下这一颗 取消固定预览式窗 点它后 它会独立出来 你看预览区 好那独立出来可以做什么 各位如果家里有 今天那个双萤幕的 好我现在是用投影出去的 来我把它切换一下 好我现在切延伸 好我现在切延伸 延伸的话是我的画面 跟您的画面 是分开两个视窗 我可以在预览的时候 把预览区拉出来 这是预览 单独预览的部分 单独预览的区块 可以把它拉出来 在右边的地方秀 右边的地方来做呈现 这是预览区 然后我的编辑区 在我的主画面中 所以它是两个区块 可以来做一个 共同的投影的使用 所以你的硬体设备 如果你有双萤幕 现在双萤幕很普遍 很多人的电脑 都会喜欢用双萤幕的效果 那你在编辑的时候 跟预览 就可以透过两个画面 来做操作 所以这是我们在这个版本中 做了一个加强 改善的部分 那你只要点这一颗 它会再锁进去 好 我再把它切过来 好 各位如果想要体验一下 这样的感觉 我们外面的机器 有装的一台是双萤幕的 各位可以去体验一下 编辑区跟预览区块 是可以分开的 可以把它拉开来做呈现的 所以这是我们在新的版本中的 一个新概念新技巧 就是可以让各位双萤幕的部分支援 那在剪辑上会比较 看的时候会比较心情愉快 因为不用这样着重 那小小的视窗 好 那再来我们来看下一个部分是 快速键 这个先跳一下 好 后面这几个也是跟各位编辑 比较相关的部分 第一个是键盘的快速键 那关键之前也是有同学问 其实这些新工具 有些都是使用者们的回馈 您认为说要哪些功能 好像平常用还蛮实用的 可是微量不可以增加 其实公司会帮忙 把这些问题全部都收集后 那在能力范围内 时间的一个 能够接受的那个时间内呢 帮各位来做这样的工具的加强 所以我们是有在 听到使用者的一些新声 好 键盘快速键也是这次的新工具 以往我们在使用上来讲 都必须透过滑鼠来做操作 那有时候滑鼠的灵敏度 其实如果不是很好的话 在点选或是开启什么工具的时候 其实它不是这么的方便 好 来 那我们这一个版本中呢 在编辑的部分 好 键盘快速键那边有个自定 这是新的 全新的快速键 首先我们会先帮您自定一组 常用的 例如说存档Ctrl S 这个很重要 不要每次都上面去点磁碟片 按Ctrl S就可以储存 好 那这些功能会帮您 先把快速键都编辑好 你看左侧有很多的选项 你可以自定快速键 好 那这些快速键 你只要设定完毕之后呢 通通可以存起来 当成是你自己个人的操作习惯 所以如果你有其他台电脑 这些快速键是可以汇到另外一台电脑 大家可以来共用的 所以快速键的部分 我们有支援汇入汇出 那最主要是希望同学们 可以更快速的应用 我们微力量的界面 去达成你们的剪辑的一个功能 所以这是快速键 那规律员我觉得我自己在用哦 最常见就是这两个 一个是存档 Ctrl S 还有一个 在微力打影中很多功能都是要拉下来 例如说文字好了 以前的工具都是拉下来 好 拉下完之后 我们是要在上面扣开两下 才可以开启设计师嘛 对不对 好 新的版本呢 以后都不用扣开两下咯 因为你只要按F2 它就是开设计师 我觉得好好用 因为每次跑锁都在那边点半天 然后有时候点不好 点不进去 每次都跟卡在这个 那这个是在你平常剪影片的时候 用到最多最多的 最常见的 所有的设计师 你要进去 只要点那个物件后 F2它就进去了 所以这是在快速键 快速键上的一个新增的部分 快速键 好 再来下面的部分的话 100轨的附叠剪辑 100轨的话 我们还是一样 沿用之前的数字 所以威力导演10是100轨 威力导演11也是100轨 好 那为什么不增加 好 我先问一下 你目前剪辑威力导演 有用到100轨的请举手 没有 来 少一点好不好 70轨的请举手 没有 来50有吗 50有吗 真的都没有吗 我有用过 我最多用到57 57轨 好 都没有 好 所以你看 它都没有用到 我想说它加新功能好像没什么意义 所以我们就100轨还是沿用 因为真的100很多 而且现在 我们用骂别家 别家也才死鬼 酒鬼死鬼 所以其实已经多很多了 这样就觉得OK 所以我们在这个版本 100轨的附叠轨 就没有再做其他的增加 但是 操作功能上 舞台一样 很好用 怎么说 这个我要先偷偷讲一下 这个叫做连一编辑 我觉得这很好用 我自己在用的时候 我发现 哇 超贴心的 怎么那么棒 以前都觉得很想快摔电脑 现在就觉得 哇 好棒哦 这叫连一编辑跟时间轴有关的 那什么意思啊 我们平常在制作的时候啊 好 我直接切画面给各位看 我们下方如果有很多的物件 好 当你的这么多的轨道重拾 附叠的时候 多轨附叠的时候 好 我把画面这边缩小一点点 高度先缩小一点点 这样同学们一次可以看得到 好 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还有多个轨道 假设 假设呢 如果我希望在中间这边分割之后 插入一个物件进来 插入一张照片进来 好 以往的做法是就直接放进来嘛 那有些同学会搞不太清楚我们的逻辑 想说奇怪 插入了怎么有时候它下面会动 啊有时候下面又不会动 搞不太清楚 好 这个版本改善了 怎么说 你只要放进来 好 放开 它会问你哦 请问你 你想怎么做 好 复写吗 直接把这一段的位置覆盖过去 好 然后第四个 在此处插入并将此解极轨的片段向右移动 这个指的是单轨 我现在的物件是放在解极轨一中 它是指单轨来做变化 所以如果我点这个选项 只有上方这个轨道动 下方轨道不会跟着动 不会跟着动 好 我来复原一下哦 然后我再把它拉下来一次 好 它就会跟你说 最后一个选项是 在此处插入并将此时间轴的所有片段向右移动 好 假设你下面那些物件是跟上面有对应的 我增加的时候 下方大家一起动 所以之后的版本 不再有 以前的版本是由系统内定的 想要怎么做不能那么的随心所欲 那从这个版本开始 在整个时间轴的编辑上头 你只要拉下来 它就会先问你 请问你 你要怎么做 然后你再来决定 告知它你要怎么做 这样中学来解决的意思 好 所以这是在一个 我觉得这个很贴心 没有讲你们感觉不出来哦 因为那样做了之后才知道哦 所以这个叫联一编辑 那 很方便很好用 让同学们的 各个轨道之间 可以互相有联动关系 有联动 没联动 由你自行决定 我们不再 就是两个 帮你做决定 由使用者自行决定 把使用权还给使用者 好 所以这是在联一编辑的部分 也是一个比较新的 新的工具 好 那再来的后面的部分 则是关键影格 关键影格就是关键画格嘛 我们在这个版本 还是一样的 有关键画格的概念 那它的操作上来讲 会比较细部了 我们已经有做一些界面的改善 但都会在操作上来讲 不会说 找不到位置啦 或是你要删除关键影格 增加关键影格 这么的不方便 那关键画格的工具呢 其实是威力导演中最难的 但是如果你把关键画格的工具 学会后 您就会发现 哇 你可以这么的 随心所欲的剪辑影片 随心所欲 去套用你想要的特效 所以这个工具一定要会 有机会的话 您一定要把它学会起来 所以这是在界面上的一个调整 好 第三个部分的话 则是剪辑的工具 工具的话有什么样的 不太一样的地方 好 剪辑工具 我们这一个版本 首推 内容感应编辑 等一下我会有范例来带 好 那内容感应编辑做什么用 以往呢 我们在剪辑影片的时候 微诞这三个剪辑工具 分割 修剪 多重修剪 好 那从微诞史的时候 修剪 把多重修剪纳进来 所以它的界面啊 我们的威力工具上头来说 就只有两个选项 一个是分割 一个是修剪 好 那从这个版本开始 多了一个新的剪辑概念 叫内容感应编辑 它做什么 现在呢 大家都喜欢拍影片 而且慢慢的 随身带手机 随身带相机 甚至有的随身带DV 已经是一种趋势了 变成是你 出门一定要带的东西 像钱包啦 手机啊 相机都会带哦 好 那当我们拍了这么多的影片 甚至像有时候 像你们先研讨会好了 你拍了比较长的影片 大家都驾摄影机在录影哦 拍了这么长的影片 如果你回去要剪辑 以前都是要拉那个BAR 好 我们看一下 好 剪辑的话 我们都要拉BAR 就是这样子拉 然后看 哇 这一段是到哪边 这一段是到 哪个位置 都要这样子拖 拖拖 找到我要的 好 然后再进行分割 或者是修剪 等等之类的 好 那以后呢 不用这么的麻烦 也就是说 你在编辑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新工具 它叫做 内容感应编辑 这个 使用内容感应编辑 进行编辑 你点它 好 点在它之后 会做什么事 它会到一个分析的画面 这个画面中 它是利用多鬼的方式 来做呈现 也就是 它会帮你找出来 你的影片中 有六种 六种状况 哪六种状况 第二是 缩法 你在拍影片的时候 如果用那个镜头 Roon in Roon out 那个镜头眼镜 如果你有拉的话 它会去帮你抓出来 像这一段 它就有抓出来 它是动作 但是这一段 这样所谓的动作 是物件里面的人会动 里面有东西在动 它叫做动作 好像可以抓出来是动作 所以你可以去动物园拍 有静止不动的星星 跟会动的星星 它就帮你把 静止不动 就算是脸部标示标出来 然后会动就算动作 它会帮你把它抓 抓出来 所以我们会有 缩放 平移 脸孔 跟动作四种 那把影片做这样的 分析的好处是什么 好 我找一段比较多的 这比较少 把影片做这样的 分析的好处是说 我们在快速找出 我要的片段的时候 它会比较方便 我可以很快的去找 你看这个 这个就很复杂 这一段 是平移 所以你看 我在拍的时候 镜头是跟着 影片动的 镜头是跟着它动的 这叫平移 平移 所以它可以帮你找出 哪一段是平移 你就可以知道说 我现在拍了 这么长的时间中 哪些是我当初 拍的时候有动到的 还是有远近的 还是有脸孔的 等等之类的 它帮你做这样的 一个分析的动作 所以前方式的部分 缩放平移 脸孔跟动作 它会自动帮你标示 利用这种方块式的 绿色的方块 来帮你做标示 那下面另外两个 一个叫视讯晃动 一个叫光线不佳 这两个是做修复用的 我也讲你的影片剪辑修正工具 其实非常的强大 那这两个功能呢 它会帮你找出来 因为这一段影片 都是在动 都是在动 所以它就跟我说 同学你这一段影片 怎么这么多 晃动的地方 它觉得不是很好 所以它有帮我们修正 晃动 好 例如说这个好了 鱼波 你看那后面水平 现在其实有在动 上下这样晃 有没有 它有在动 好 这时候我可以做什么 我可以利用前面 就是它找到这个轨道后 前方有个螺丝起子 这个你给它按下去 它会帮您自动修正 所以修正完毕之后 我们再看同一段影片 它后面的动的频率 就会比较 不会那么的明显 它还是会有上下 因为它是做修正 修正那个手动的部分 手晃的部分 那你如果不想要一次全部套 来我们勾勾取消 还能取消哦 取消之后呢 来 我们可以做什么动作 我们可以直接就在这一个片段中 又简 单独只套用某一段就好 不是全部哦 这有一个套用修复到此区一段 它会开启画面 让您知道 你看你之前之后差多少这样 使用前使用后 你看这个这个平的感觉 没有这样左右这样动 它会比较是正的部分 所以你可以去利用这样的工具 去快速的帮您的影片 有瑕疵的部分来做修正 看这个这个比较准一点 OK 所以这是在我们的这一个版本 叫内容感知编辑的地方 让同学们去做影片的快速调整 那在剪的话怎么剪 剪的话你只要点 例如说我想要找出 影片中有在动的 就是我的镜头有跟它动的 跟那个主角动的 好 你只要点这一个片段哦 按下以旋取 它就帮你捡起来了 捡起来了 很方便 它就帮你捡起来了哦 然后呢 再来如果我后面这一个 OK 后面这是脸孔 有出现脸的 你可以拨一下 有出现脸的 好 我要这一段哦 来 您点它 好 按下以旋取 它一样的 再帮您标记出来 所以你可以快速的去找到 你要的位置 那什么时候应用 好 像今天也讨会好了 今天讨会 各位都来拍影片 你们都相机都架着不动 对不对 所以它算是静止画面 好 那如果你们的画面 有拍到老师像我的 我的脸好了 那你们回去之后 想要把这么长的 例如说半小时的影片中 把李老师的脸的部分 通通解出来 好 你不用一段拉 一段拉 一段拉看 你只要找脸孔 只要脸孔的部分 每一段去点它一下 然后按选取 选取选取 就可以自动的把一个片段中 讲师的脸的部分的影片 通通装出来 这样的东西可以解决 所以这是内容感知 它比较特殊的用法 那可以快速的去找出 你要的片段 很特殊 那目前其他软体 都没有做到这个工具 所以它很适合 符合现代潮流 最近不是开始 导导剪微电影吗 很喜欢做影片吗 对 就用这个工具来解决 会比较方便 好 所以这是我们的 新工具 内容感应编辑 内容感应的地方 好 那这个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 好 那内容感应的话 我们有一个 来看一下 它大概是怎么剪的 给各位看一下 不好意思 好 这一个 内容感应如何运作 首先它一开始的时候 它会先去做分析 那我现在给你们看的影片 都是我事先分析过的 我有事先分析 因为分析其实花蛮多的时间 尤其影片越长 分析的时间越久 所以我其实有事先分析了 那你事先分析过后 它就留着了 每一段影片只要分析一次哦 不管你这一次 有没有用到它 它下一次再进来 它就是帮你分析好的 所以你只要每一次 都只要分析一次就好 然后分析完之后 就帮你找出来啦 有领统标示的 然后有移动的 有动作的 有缩放的 需要加强的话 就是光线不足 跟动作的部分 它帮你把它做 轨道式的分析 那轨道式分析完之后 像有问题的 也就是一件事的修正 别一下整轨都修 那以前就有的版本 威力导演石 各位如果有影响的话 威力导演石 也有修正的工具 修正晃动 修正那个光线 以前有 可是我们以前做法是什么 你只要一按修正 诊断通通修 它才管你有了好或不好 所以诊断通通修 不好的会变好 好的会更差 知道吗 因为它会over 会曝光过多 或是汉光线会太强 所以在这个版本中 就可以针对 真有问题的在修就好 没问题的 就还是保持原样 所以这是在 一件事修正的一个调整 最后的话 就可以透过 你要不要的方式 去决定每片的剪辑 所以知道我们 内容感应的话 它运作的模式 是这个样子 除了这个是全新的 在剪辑上的工具之外 各位最常用的 设计师 紫末画面设计师 然后文字设计师 选单设计师 绚丽设计师 绘图设计师 通通改了 所有的设计师 全部通通换掉 那怎么换 它的剪辑的做法 跟以前不太一样 包含去套工具 套属性通通通不一样 那在新的部分的 文字设计师 甚至语游 可以让各位的文字 有四色阶层 以前没有 它有四色阶层 然后在时间轴 跟时间轴 之间的调整 也做了变化 那等一下我们 下一节的时候 我会用一些范例来带 你就可以知道 哇新的很好用 跟以前差好多 差很多 所以这是在 我们的设计师的部分 通通帮你做了 一些修正的部分 好 那这是刚刚我们提到的 联衣编辑的区块 那再来呢 在品质提升的部分 我们TruSea的 影音技术有做加强 所以呢 因为它已经支援到 高解析度嘛 所以将标准画质 可以提升 画质提升 所以你可以去找 威力工具里面的 对修复文加强里面的 视讯降噪 音讯降噪的部分 来做画质的提升 好 另外呢 在防手震的部分 平常拍的时候 会有晃动嘛 我们一样的 技术的部分 有在做更进阶的演算法 更进阶的修正跟调整 好 那这是在 相片的一个增强 背光的部分可以做调整 后面是视讯降噪 所以在每一个 跟修正有关的 演算法上 你们都有做的变化 好 所以这是在 同学们在 套用上 你会发现 10.0跟11比较下来 那个画质真的有点不太一样 是会有点相差的部分 好 那这个版本中 我们有分两种版本等级 一个叫极致版 一个叫旗舰版 这次有分 这是两个版本 分这两个版本是 插在哪里 插在第一个 全新的22种 NUBLUE的一个专业特效 这个特效 各位有听过NUBLUE是公司吧 目前哦 你们看到的很多影音剪辑软体 特效都是跟他买的 这家公司很有名 他是在做特效类型的 那这一次呢 训练科技跟NUBLUE呢 有做合作 所以呢 如果你是 旗 你是 旗舰版 只有 一改十二个 预设的 NUBLUE的特效 如果你是旗舰版 再加22个上去 所以版本其实有差 差在这几个特效 专业特效的部分 那这些特效的话 来给同学看一下 长得怎么样子 这些特效 或许有些朋友会觉得说 特效 平常很少在用呢 会有感觉吗 好 有哦 你们如果最近 有在观察好莱坞电影 其实各位会发现 奇怪的都是摄影机 我的摄影机也没有比较差 那为什么人家电影做出来的 那个颜色 就是颜色饱和度很重 很明显 可是为什么我们拍出来 就颜色很平 很一般呢 好 各位如果去做研究的话 其实你会发现 那些啊 通通都是调色过的 通通都是调色过的 所有的上市的影片 都一定经过调色 它不可能是你们拍的时候 完整的颜色出来的 好 那调色怎么做 它必须透过这样的滤镜 来做调整 所以呢 像我们这边有一些 绘图特效 艺术特效的话是 极致版就会有 那另外呢 在旗舰版的部分 会多了动画特效 跟绘图特效 所以我这边一定要讲一下 这边如果不带的话 一些同学会觉得说 奇怪 那老师三个都有 为什么会去买的时候 只有一个 因为版本的不同 那这些特效的话 同学套上来 都可以让你的影片的颜色 比较不一样 它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滤镜 有很多不同的效果呈现 所以在一个影片中 从适度的加上一些滤镜的风格 其实会产生一些 比较不一样的感觉 所以就是在新版本的部分的话 我们有增加的 这几个特效的地方 所以这边是 另外再补充进来的 那另外我们还有一些 创意的选单特效 像是旅游风格啦 还有假期套件浪漫的 这三个是选单 选单 我们的光点选单 里面也有增加 所以都会除了从 Directed Road去下载之外 那这一个版本中 全部还有附这三个东西给各位 那另外就是其他的 像特效范本的部分 有多了四十多种 四十多种的新的特效范本 最后 Directed Road 我们这个版本的Directed Road 也不一样哦 也该办哦 好 我们来看一下改成什么 好 Directed Road的部分的话呢 它增加了两个全新的 好 我们直接点进来好了 它增加了两个全新的类别 让各位来使用 这是早期威力达引师 所没有的 好 哪两个类别 第一个叫做Magic Style 好 同学们发现 Magic Style是什么 它是主题式的范本 之前我们微胆十一有 对于微胆十一有 在左侧 您只要点了物件之后 左侧有这样的一个仙女棒 它就是Magic Style 你点进去 进来之后呢 它这边提供了 十几二十种的主题式的范本 跟您平常日常生活 有关的情境 什么小孩子的啦 结婚 毕业啦 旅游等等之类的 那这些范本 以往通通必须等 我们升级的时候 您才可以取得这些范本 它才会有增加 那之后从微力达引师一开始 都可以利用Directed Road 免费下载 这边的公司会不定时的提供一些套件 像这个你们预设就没有 这个也没有 你就可以去下载 那下载完之后 一样嘛 就是记得要注册咯 应该很多使用者都是我们的旧朋友 进来之后注册 下载后 您就可以把这样的主题式范本 安装在你的电脑中 就可以使用它 那这些主题式范本很炫哦 它呢 好 给各位看看 这是新的 你可以按一下套用 它会直接套到你的物件上 套上去后 你可以预览 它有很多的片头 片尾 甚至于套完之后的一些样式 通通可以修改 我们来看一下预览 我们大概点好了 你看这很漂亮 新的样式 只是跟我的旅游非常不太一样 对 主题没有相符合 要找主题相符合到 那它在整个过程中呢 它会给我们一些像是文字啦 子母画面的物件套用啊 等等之类的一些样式 所以这个是在Directed Room中 已经可以免购取得的 好 这个每做一个主题式样式 这个人可能没有办法自己做 这一定是由专门的 就是开发人员才能办法做得出来的 那我们先来把它分享出来 让各位同学呢 使用微力打几十一的时候 都可以自行增加 不用再透过我们的升级啊 然后才有这样的一个新版本 好 是一个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是 音效片段 音效哦 因为很多使用者在反映说 其实我们使用影片剪辑 照片你都自己拍 影片也都自己拍 音效怎么办 那音效很麻烦 因为音效都有版权的问题 你不小心就容易被你告 你知道吧 因为你如果音效放错了 那有版权有正义 这就很麻烦 然后你没知道 音效如果放了之后 你放到YouTube 音乐会不会帮你卸下来 它是不让你放 对警告你说不能放 因为是有版权的音乐 好 以后可以稍微的解决了 怎么说呢 因为我们在德热课程中 有分享了音效片段 这些音效呢 会有一点点是背景音乐啦 甚至于是各式各样不同的声音 好像有乐器的声音 你只要点选后 好 可以预览 好像这个好 光辉岁月 这是一首歌曲 好 点进去后呢 我们可以听看看 这样子 那就可以把这一首歌曲拿下来 记录 然后做一些小小的调整 等等之类的 所以声音的部分 你可以透过 Direct Room来取得 这边就可以下载 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那下载之后 它会放哪里 它会自动的放在 威力导演11中的 媒体的部分 有一个以下载 我现在没有装 以下载这边就可以有很多的 音效范本可以来使用 所以我们威力导演11 希望各位在编辑的时候 不要太去烦恼说 特效不够怎么办 范本样数这么少 然后呢 有一些 简单的一些 套用的物件 我们都可以 免费提供给各位 让各位在使用上台下 只要专心的拍你的影片 专心的拍你的照片 然后把它拿进来 做剪辑就可以了 所以这是 在 新功能上头 它有多了 这样的一个特效的部分 那教学党的话 我已经都录完了 所以各位如果您开始使用威力导演11的时候 真的还是不是很熟悉 教学 上面有个剪辑教学 威力导演这里 我已经全部都缴交出去了 所以您进来之后呢 就可以看得到 下方就有很多威力导演11的介绍 我已经把一些 教学党等等都录完了 那目前这一个网站上头有 230 230部的教学影片 大概9分 9成都是我录的 所以各位您可以到 我们威力导演 Direct Run的网站中去看一下这些教学的档案 那可以帮助各位 呃 没有时间去上课 那没有时间看书的话 您可以透过影片的方式 来去学习一些未来剪辑的技巧 所以这些东西都我们在上试前都帮各位准备好 那你们直接就可以来取用它哦 好 所以这是在我们使用上比较新功能的部分哦 好 那再来最后呢 新工具的部分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是 威力导演 好就是Direct Run这个部分呢 它已经是一个family 是一个家族了 怎么说 我们在这一个版本 呃 这应该是说未感十一这个时间点 增加了两套新软体 一套软体叫Audio Director 一个叫做Color Director 这两个以及应该说三个平板 我等一下下一个节也会叫平板 好 那以前呢 只有Power Director 甚至于上一次的研讨会 或是上一次的发表会 各位已经听过了 Photo Director 那这些呢 通常就是在影片剪辑上 就是使用Power Director 你想修片 就是使用Photo Director 但是呢 还不够 我们呢 在这一个版本中呢 再增加了一套Audio Director 那我们检测叫ADR 我们都叫ADR 就是声音 Audio是声音嘛 它做什么用 声音编辑 以往卷的版本中 有一个叫WebEdit WebEdit它是声音的处理嘛 可是它的功能比较阳春一点点 它其实没有办法太专业的来处理声音 Audio Director已经非常的专业 降杂讯 降高频音 降高频的部分 它都可以来做声音更细微的调整 而且它很特殊的是 它可以独立运行 我下一个章节 下一个场次会跟各位讲一下 怎么来使用它 独立的把你的影片放进来 只处理音讯哦 然后再输出成影片 所以是新的叫Audio Director 那另外一个呢 是Color Director Color Director很棒哦 它是在做颜色 影片的颜色调整 Photo Director是针对照片的颜色调整 Color Director就是针对影片的颜色调整 那它做什么用 等一下我会做一些很好的范例 一个画面中 我只要一个人凸显就好 就只有它有颜色哦 其他人通通没颜色 其他都是黑白的怎么做 我们可以在影片中 加上这样一个技巧 那这样一个工具呢 各位应该有听过AE吧 After Event 它其实有很多的功能 都类似Color Director工具 可是AE它在第一个它英文版 在第二个它很贵 它非常的贵 那我们能在这个版本中 把Color这个部分呢 独立出来变成Color Director 让各位来使用 所以我等会也会用一个完整的范例来戴一下 让各位知道一下怎么去做Color Director跟PDR11 就是我们的味道11跟Audio Director Color Director互相搭配 那最后呢 还会有介绍一个 也是新的产品 平板 以后哦 拍完影片 拍完照片 不用回家开电脑 用微单解的 因为我们这一个版本中 已经推出APP了 那APP它支援的是Windows界面 就是Windows Windows下半年很多厂商都有出Windows 我们支援的是Windows的作业系统 那可以在Windows中 直接使用免费的平板APP 就是它有付哦 那怎么使用的话 下载的话 你也可以单独买 如果你是旧用户 你没有要升Windows 11的话 你也可以单独买 那单独买的话 它的价钱是美金14.99 算一算好像是台币450内吧 那如果是有购买 威力导演的朋友们 免费送 我会给你序号 就可以直接送给各位 所以我等一下也会demo一下 平板要怎么用 所以对于很多朋友喜欢出去玩的 希望马上拍完 马上跟朋友们做分享 或是我出国去玩的时候 有网路的环境 我拍完直接做剪辑 直接后制直接产出去了 通通都可以用皮板的方式来做 所以在这个版本算是一个蛮大的突破 除了Wordelan 11之外 还加了这么多的新成员进来 那我们等一下会来用 范例的方式带一下 让各位知道一下怎么来使用 所以我们第一个趋转的部分 就是先介绍一下简报 让各位知道新功能 等一下我们休息十分钟之后回来 我会在那个时间用范例的方式 我知道你们最喜欢用范例操作 喜欢看我范例操作 所以我等一下会用范例的方式来操作 怎么样去剪影片 利用新功能就功能互相搭配 还有audio director color director 我们会在下一个章节目的部分 再来做说明跟介绍 那我的这一个部分就先结束一下了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